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个倒过来的锥形开始 上面那一部分就是新一代载人飞船的船 那么这个飞船它实际上是可以同时容纳六个航天员的 目前的这个神舟飞船一次只能送三名航天员上天到太空 然后未来的这个新一代的飞船是可以翻一倍 可以坐六个人 那么也就意味着这个飞船会大很多 会比现在的神舟要大一倍了 那么它就需要用更大的火箭才能把它发射到太空去 于是就有下一张图就是新一代的载人火箭 载人飞船火箭 我们叫这个火箭叫921火箭线 这个火箭也是非常巨大了 总长度高度要超过90米了 起飞重量2200吨 对吧 起飞的推力1200千牛 然后整个舰体的直径就是5米的直径 所以说这一块就是这种火箭 就是可以把这个新一代的载人飞船 就是一次送六名航天员到太空里面 所以总的来说就是这是一套体系了 相当于就是你当你的空间站要建二期的时候 这个新一代的载人飞船 必须和新一代的载人火箭 是必须要能够可靠的使用了 与此同时这个飞船我们把它改造了以后 它就可以变成登月飞船 如果把它变成登月飞船的话 它就是可以满足三个宇航员到月球去 送到月球去 所以说这个火箭是一箭两用 这个飞船也是一船两用 就是既可以作为这个空间站的一个交通工具 天地往返的交通工具 也可以变成一个地月往返的交通工具 地月往返 对 所以说这个火箭呢 现在被命名为长征5号D1 长征5号D1 对就登月嘛 登月 登月D1 登月第一这样 OKOK 不是第一 是汉语拼音的首字母啦 登D1 拼音的首字母 登月D1 我不会拼音啦不好意思 我不会拼音 你继续 然后这个火箭也是那种 跟马斯克的按照计划 也会做成跟马斯克的那个重型链银一样 是可以重复使用 重复使用的 但是它发射了以后它可以自己返回 返回了以后下一次再发射 可以重复使用 OKOK 主不同的就是 空气不会分离 它是整个一起一起发射到太空 然后一起回收 它是这么个玩法 它不是分开了以后分别返回地面 马斯克的那个重型链银是三个 到了太空以后分开 然后三个各自回来嘛 我们目前的这个方案是三个一起上去 三个一起回来 捆着上去捆着回来 是这样的玩 OKOK 了解了解了解 说完了这个长征5号登月这个型号以后 然后再看下一张图 下一张图是在珠海航展上拍到的 这张图上面 那个最高的两个火箭 一个就是这个新一代载人火箭了 是吧 这是旁边 右边这个 中间这个最长的这个最高的这个柱子 就是长征9号 这个没办法载人吧 这个不是载人的 它是它是运载 运载火箭吧 就是载货的 OKOK 不排出以后可能会把它再改成可以载人的 至少目前是不是载人的 好 边上那个最矮的那个是判武了 长征5号 OK 就是这次发射这个空天站用的这个 孟天昌用的这个长征5号B 就是最矮的这个 你看这个长征9号比那个长征5号 差不多要高了一倍 对对对 100多米高 是 这个火箭的直径 这个火箭的这个柱子的这个直径是10米 直径是10米 很粗呢 对 对 然后它的高度是100米 上100多米 哇 哇 OK 哇 很大 很大一只呢 然后它的那个总重量是 它的起飞的重量超过了4000吨 哇 OK OK 就是一个直径10米 高度100多米 然后重量4000吨的东西要打到太空去 嗯 然后它的近地轨道的运载能力是140吨 OK 好 140吨是什么概念 就是我们现在的目前的中国空间站17 总重量也不过就80多吨 好像是86还是87吨吧 哦 哦 它比那个总重量还重 就是这个火箭 这个火箭就一发就可以把这个所有的这个 目前中国的这个空间站全打到太空去 嗯 打到400公里的近地轨道上去 嗯 如果它要是打到月球去的话 它那个地月轨道的运载能力是50吨 嗯 就是可以把50吨重的那个东西一直重到月球去 就是用这个火箭 嗯 嗯 这样子发射 用这个火箭主要的作用呢 也就是满足这个地月之间的这个物品运输啊 包括这个 甚至于将来进行这个火星的这个采样返回啊 都可以用这个火星 嗯 OK 嗯 总而言之吧 这个火箭将会一旦研制成功了后 将会成为这个 呃 世界上最大的火箭了 嗯 它已经超过土星5号了 嗯 美国目前研制的这极框火箭 还没有研制成功嘛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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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 基本上就是这样一个状态 总的来说呢 就是一旦长征9号研制成功以后 将为中国的整个航天 带来一个非常大的飞跃 嗯 就是它可以执行更多的任务了 嗯 嗯 就是这样子 是吧 嗯 嗯 然后呢 在月桥开采那个氦山嘛 月桥的那个最重要的矿物就是氦山 嗯 这个氦山就可以作为核聚变的燃料 嗯 用来进行核聚变的燃料 嗯 嗯 所以说呢 换句话说呢 也就是说这个 这个长征9号研制成功以后就是 太大的主要在这里 同时呢 对于中国人们来说呢 呢 航支吊岛也不是做很多任务中的一个工具而已 就是气力是很大的一个火箭 是吧 这么困难的一个东西 然后呢 我们也是把它做为整个太空任务的其中一个工具而已 OK 相当于就是你要 比如说你要造一个什么东西 现在现在有一个锤子 或者现在有一个斧子 是不是 那我也先造一个锤子再造一个斧子 然后再去干干干干 就是这样 你可以想像这个中国航天这个 这个 这个想法有这个想的有多远吧 OK OK 好 好这个我要打个招 不好意思我现在打个招 主持人很爱打断 虽然男人最怕被打断 好来不好意思但我还是要打断 好来 听到 听到约克讲到现在 好不好 我跟大家讲一下 其实我们现在在地球是可以买月球的土地 我们可以买月球的地 所以如果大家觉得 反正我们现在画大饼 这个东西在未来是有可能的 搞不好 你知道技术突破 一下子就就就就就那个 那个那个叫做 那个叫做 指数型成长 人类的科技搞不好是指数型成长 只要突破的话 那 现在如果 有钱的 闲钱 大家真的有闲钱的 可以先去月球先圈一块地 妈的以后就发 发了 但是搞不好发的时候 你已经变爷爷了 但是who knows 对不对 OK嘛 闲钱可以可以玩一下 好不好意思 你继续 我也接你这个话 我也接一句 就是实际上 这个当时我们 我们那个载人航天 包括我们整个航天的这个计划 非常非常的宏大 也要花很多很多的钱 实际上当时 有一个说法 流传出来的一个说法 当时呢就是 当时呢就是 有那个 就是管钱的 就是咱们中央这个 是吧 共产党中央管钱的 这样一个部门 是吧 就是咱们 航天部门 是吧 你们每天 你们花那么多钱 搞这些东西有什么用 他问那个航天的 是吧 当时呢我们有一个 航天这边的一个专家 就说了一句话 就说什么呢 我们搞这些东西的目的 就是为了让我们的后代 在将来 有资格 从其他国家的人说 自古以来 哦 然后删掉 ok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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解了啊 好来我回应一下啊 那个有一位网友 他在那个YT留言怼我 捷克对于产业金融的知识 好肤浅啊 我告诉你 我就是以肤浅 没有文化著称的频道主啊 你今天才知道吗 干 好不好 捷克就是没文化好不好 欢迎你 如果你受不了我 麻烦出门右转 ok好来 约克继续 我们继续 然后再下一幅图片 下一幅图片 空间飞行器 空间飞行器 啊 ok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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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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速適合 转超 你 先